据印度尼西亚新闻杂志《时代周刊》7月6日消息 印尼对华合作牵头人海洋事务与投资统筹部长卢胡特表示 印尼计划对进口纺织品征收高达200%的保障关税 此举并非是针对中国 同时表示印尼不会单方面跟随某些国家发起针对性政策 并希望与伙伴国家继续建立互相信任尊重对方的双边贸易 综合此前英媒路透社、港媒南华早报等消息 印尼此次单方面征收最高200%的进口关税 此举就是在针对中国、越南和孟加拉国 因为上述国家是印尼服装、辅料主要进口国 报道还称印尼贸易部长佐尔基弗利·哈桑6月28日曾透露 近些年来因为中国与西方国家存在贸易争端 导致中国供应过剩 所以中国企业通过产品倾销模式、销售至印尼等其他市场 致使印尼小型企业面临崩溃风险 中国是印尼最大贸易伙伴、最大进出口国家 根据2023年印尼进口数据显示 印尼主要进口国包括中国、新加坡、日本、马来西亚 2023全年进口商品价值2374亿美元 可见中国在印尼的重要性 既然中国如此重要,那为何还要对中国征收高达200%的关税呢? 北京需要雅加达 所以肆无忌惮 印尼位于亚洲东南部 是由17508个大小岛屿组成 是世界上最大的岛国、群岛国家 印尼基础设施相对滞后 与外界互联互通主要依靠海运、航空等方式 公路、铁路质量不高 特殊的地理环境与之后的基础设施 致使其经济增长受到制约 但是印尼是世界第四大人口国家 年轻劳动力非常丰富 15至55岁人口占比59% 也使得纺织服装业成为 印尼最大经济产业之一 也是最大的就业产业 根据印尼统计局数据 印尼2022年出口总额为2919.8亿美元 其中纺织品服装出口额为138.3亿美元 如此重要的产业 如果因为中国产品导致崩溃 不仅仅是经济损失 高达数百万的就业人口才是根源 中国也一直希望同印尼保持良好关系 但是这种关系在冷战期间一直不稳定 尤其是考虑到 印尼是南海海上战略咽喉要到 是进出南海的必经之路 世人皆知马六甲海峡 是全球最繁盟的海峡之一 也是南海进出印度洋的主要海峡之一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 印尼有熏塔海峡 龙木海峡 旺加西海峡三大海峡 其战略地位不低于马六甲海峡 而马六甲海峡的新加坡驻有美军 且仗以海军基地可以停靠美军航母 南海航线是中国能源贸易运输的咽喉 中国石油进口主要地区为 中东、非洲 两者相加就是75.42% 且均要经过马六甲海峡 如果马六甲海峡被美军封锁 将会对中国造成严重影响 由此可见 印尼的三处海峡 对于中国来说是多么重要 所以面对印尼单方面征收最高百分之两百进口关税 大概率只能打了牙往杜利焰 最后 为了避免印尼倒向美国 中国也只能在贸易领域进行让利 毕竟印尼在诸多领域还是比较依赖中国的 同中国保持连续性 紧密联系 还是符合印尼国家利益 印尼与中国的关系 对于东南亚、印度、太平洋 买至整个世界都是有着一定影响力 对于这些世界的关系